一群小朋友在农田里面玩着腰 将一株株的小菜苗埋到土壤里头 重复一样的动作 撞满整片菜园 今天下午在淡水顶田辽有机生态农园 来了一群相当特别的组合 由在附近的新人国小校长带队 找来一到六年级的学生 带着自己的阿公阿嬷不是去远足 而是到农场里面体验农夫生活 而另外一方面也要长辈出来动健康 其实今天的主要活动是祖孙一起动健康 希望透过祖孙之间的一个活动交流 让他们一起享受动一起享受乐趣一起享受 那我们这次也刚好邀请我们社区的有机农场来一起合作 那希望他们能够除了动健康之外 也可以享受更有机的生活更健康的生活 最基本的育苗开始 然后除草还有那个种植 因为现在小朋友 那个我刚刚有跟他们宣导 因为食安问题很严重 叫他们一些基本会种的一些方法 回去客厅阳台 然后或是说小庭院都可以自己种 校长表示这一次最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借由学校附近的有机农场 带着小朋友到田里面体验种菜以及做菜苗 了解有机食物的来源还有食安的重要性 而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带着学生的阿公阿嬷们到户外来 跟着小朋友感受大自然 而看到学生喂了种田而满头大汗 他们直说农夫真的很辛苦 要把那个土挖开 然后挖一个洞 然后再把那个草放进去 种菜会不会很累 会啊 刚刚最累的地方是哪边 哪边呢 就是那时候挖土的地板 挖土的那边 要一直弯腰对不对 对 啊 孩子要玩啊 好家伙伴啊 对啊 我家我自己有种啦 你自己有种啊 对 所以我让孩子玩我没在种 哦 给你体验一下就对了 对 给你体验 感觉对那个小孩子将来很有这个观念 他们很感觉说这个种菜是如何 你会从开始出草 然后再教他们种植 其实在现场不少的阿公阿嬷 也曾经当过农夫 或者是现在还在种田 因此对他们来说更是习以为常 但是与自己的孙子学习有机之事 还有亲子种菜苗 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 而此外农场说 今天的活动不只是夏天种植空心菜 还用培养土去做菜苗 教导有机耕作 藉由这一场祖孙同乐 更能够增进亲子感情 记得去对 带翠菜坊报道